這件事情當然我覺得涉及到很多未來不確定的討論 但是我覺得當下我覺得我們必須做好所有相關的準備 那至少從中長期的發展 我真的希望看到205年的入行 是回到這個案子本身的一個願景 最後一點我覺得今天我們在談那個遷移的方式 但是我覺得還有很多很急迫性的工作 我擔心因為我們只顧慮到遷移 所以有些工作其實就不做了 因為大部分都是從工程的角度在思考 那我覺得可以讓整件事情再更細緻一點 第一個是現況的清理 那個現場有去過的委員其實都理解 現場的狀況其實非常不好 但是這棟房子從各方面的訊息來看 歷史的資訊其實很少 那現場的實體證物的資訊都在現場 所以我覺得現場的清理工作 調查工作其實非常重要 那這個工作必須馬上開始 那另外一個就是那個 所謂的這個保存的調查研究工作 當然在我們當時候指定的時候 事實上王思娟老師為了先提供一些資訊 給現場的委員做討論 那那時候其實很快速的完成了一個初步的調查 但是我覺得基於文資法 每一棟歷史建築 每一棟古蹟 其實它都應該有很好的調查研究 那我覺得只要趕快做 我覺得都不賣 那這個工作我覺得跟現況清理的工作一樣重要 那我想先就我們今天討論的第一個議題 我大概先提供我個人的3點意見給各位參考 以上謝謝 謝謝趙同學 再這樣擺盤 入中 能夠過控告我們這個網 但是我還是回到要謝謝之外 就是說我們還是希望就是說 大家都開放來討論嘛 剛才委員的發言 都有一些不大一樣的方向 但是那都比我們很大的啟發 我想在這樣一個基礎上面 就是說剛才文化局提到的就是說 保存是一定要做 市政府尤其是市長也一直交代 就是說這個保存一定要做 但是就是說怎麼來探討一個 最大意義的這個保存的方式 不然我還是再一次的謝謝大家 那我們是不是再請一位委員 如果我們請教我們再來做一個答案 主席 對 那個我是follow剛剛那個張老師 因為我上次在都委會的時候有提到說 講永久路行有點太太不斷了 如果我們能夠給一個機會的時候 其實都市裡面的交通是要服務市民 服務市鎮 那不是說因為有交通的需求 所以我們倒過來做 那如果以這樣的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我們今天談這個地區 如果除了剛剛欣老師提到的北門以外 如果我們能夠再擴張到從都市保育保存的角度來看的時候 我覺得我每一個人在不同段代 就把這些事情能夠比較平衡的來對待 我是不但希望被 因為清代的日據時代的中華民國時代 我覺得整個都市的發展是一體的 然後它是疊成的 它幾乎不可分的 那這一點我希望大家有這樣的概念 第二個是其實團體們一直在在意的是說 這一棟建築物它的意義是什麼 那我看到前面有一些會議就有提到說 其實山景就像剛剛那個欣老師講 山景不是只有那棟建築物的價值 它其實代表那個時代的都市經濟發展的一個脈絡 那如果是的話 其實我們回過頭來看 它那個建築物就是跟我們過去的三線道的都市規劃是有關係的 那我其實是非常支持發展局 如果從更較廣大的urban conservation來看的話 三線道是不是就好像我們在保存所謂的田園城市一樣 它那種pattern應該要被註記的 那反過來講 如果我們今天認為說 我現階段為了要調整因為交通的理由的話 那我是不是就像剛剛張老師講 我有沒有機會 我這個是暫時性的措施 我有沒有辦法回來 那如果要回來的時候 真的就像講的準備措施要夠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交通流量的問題 我剛剛聽到說要八線道或是什麼 那其實我們再跟以交通單位來講 有點不太能夠說服我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那個走火車站這一塊的公車非常的多 大家都想起這個黃金路線 那我能不能用管理的角度來管 來控制這個流量 那當然我想現階段好像可能是沒有辦法立即 可是我覺得應該當作不管2050 我都覺得2020都應該是一個近期的目標說 我怎麼樣讓都市的西區蒙古異象 不是現在那麼擁擠的 那麼繁雜的 那所以交通的management 我認為是軟體裡面應該再去做通盤的檢討 最後一個就是說 假設三線道這個歷史文明這麼重要的時候 那個建築物儀的話 我又沒有就像剛剛講的如果你實體不見的話 我根本不曉得以前的注記是什麼 那在我們其他的替代方案上 有沒有辦法讓大家知道他在什麼地方 那我最後一個想提的是也很抱歉 我雖然是文資委員會的委員 不過我長期以來是對文化局有點期許 很大的期許 我們今天討論這麼多 我想剛剛也提到101年就指定了歷史建築 可是我覺得各位如果看這張圖的話 這麼多的歷史的建物 這麼多的歷史的資產的文化疊成在這裡 可是文化局一直沒有提出一個 我要做urban conservation 我的宏觀架構是什麼 我們今天是碰到問題再來解決一個問題 而且我們大部分都是被動的 我並沒有主動的說我這一塊要保存 反過來是應該文化局來知道發展局才對 我們現在是被迫的因為要發展的 所以我們再來說我要留這個留這個 可是如果就這整個區域來看 各位看從嚴平北路、嚴平南路 到這個到水岸 到台北這個鐵道文化局等等都是 包括到這個以前的二八紀念 廣場公園 這是台北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剛所提到的建成的基礎 那這個建成的基礎難道不是 我看其實連中國大陸都沒有這麼多東西留下來了 那文化局不是應該要擔起這個責任嗎? 我覺得文化局應該主導結合交通的都市發展區 把這個架構不管是天際線 不管是基礎的保存 或者是建物的保存 應該有更上位的計畫 才不留於我們現在都是在救火 我覺得我們現在都在救火 可是沒有一個比較長遠的概念 所以我的看法是跟張老師是有點寫接 就是說可能不叫永久入席 也不是永久的一個道路 我們有沒有機會去做一點這個階段裡面的條件 以上謝謝 非常謝謝郭武元給我們的指教 尤其最後這一點 我想就是說我雖然當主席 但是我很認同這個人 我本來應該是多聽大家的意見 但是就是說就算尚未來講 就是說就整體的發展 文化局如果能夠整合這個交通跟租發 來做一些這樣的一個整體的這樣保存的一個概念 來做主導引導這個故事發展或交通之間規劃 我覺得這也許會是一個 是否必須要能夠調整尊重的地方 這我們在之前我也探討過 這也是剛開始一開始立委員特別強調的 就是說我們在這個審查過程 到底是這個都記先還是這個文字先 都有點類似這樣的概念 我想其他我就不再重述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是不是先請這個 相關單位做回應以後 那這個我們是不是就開放 邀請這個今天熱心熱忱 在這邊訪聽的這些民間的團體 也請這個委員 是說國際事件 我們聽聽看他們的聲音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那麼再回應是不是 國際委員 因為事件也兩個鐘頭 大家如果說要上洗手間 要稍微走動 就請大家致電 我們會議還是持續 那再請這個回應 那個幕僚單位要安排一下 就是說我們待會兒先邀請這個3到5位 這個民間團體 跟熱心的體重 來陳述他們的一些探訪 那每一位 按照原來的這個程序 是不是3分鐘 是不是3分鐘 每一位就是3分鐘 沒關係 我們就說照他們的意見好不好 好 那就是說 我們也請這個 來 我們現在是不是要先回應一下 針對剛才有沒有要回應的 還是你們就默認接受了 來 蔡委員 對不起 我知道 那個 時間很寶貴 所以我的發言也比較簡單一點 我想剛才幾位委員的論述 跟觀點跟價值 都相當值得尊敬 雖然之間有一些矛盾充度的地方 我個人作為一個台北人來看的話 我覺得 我個人作為一個公共事務 包括環境的保留 本來就是有不同的走向 所以引起這些討論 最後公部門在那一個 所謂對勢方案的狀況下來執行 我覺得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那所以這樣的一個過程 爭論討論然後團體抗爭我覺得是不可避 那我下面兩點意見 第一個就是說 的確台北市其實這些年來非常有進步 當然這個政府單位各個之間的協調 本來就是應該發生的 它當然也是困難的 那所以當然我呼應剛才那個國有言講的 就是說如果政府單位 它表面上是一個大的機器 可是事實上就是一個法人 所以它做的事情如果很清楚很明確的話 我想對公共的觀感 或者說民間的一些疑慮 事實上是相對程度可以減少 那第二點觀點我是想從 台北人的都市設計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我在20年多一點之前回到台北 剛剛台北那時候的狀況我覺得是蠻恐怖的 尤其我記得小時候 從台北線過了橋到火車站 那個狀況是非常糟糕的 那尤其我想台北跟西方國家 五六十年代一樣就是以交通為主 所以那時候很多引道不見得進入到城裡面 而且是等在那邊 隨時有機會就要穿越城市 這個我想在每個城市都可以看到 對我個人來講 建國南北路發台北市前陣兩塊 我覺得也是很可惜 那我覺得現在的思維改變 這個交通的絕對性不是一個絕對的 路開的越多可能車子越多 所以我們也同意現在的城市 這個城市的地面應該是以人為主 雖然交通是存在的 可是要找一個相容的方式來做 所以這個是一個大家都有理解的事情 不過就是說我也同意 因為我看這個案子其實看了二十年 我記得一九九一年 最早開始做這個案子的時候 然後是美國的Sasati 跟台灣的浩宇跟競選一起合作 那個還得到當年美國警官協會的年度獎 那我今天看這個計劃 雖然過了二十多年 好像還是很緩慢進行 不過慢慢看到一些行程的方向 雖然緩慢我覺得不錯 就像剛剛新聞員講 我覺得那個 我們不必要去爭執哪個建築物比較重要 我覺得應該在那個市民上 看怎麼樣一個都市環境是最好的 那因此在這狀況下 我其實也不care 文資法是不是應該先走或後走 我覺得這個對市民來講 都市的各方面文化資產 交通建設各方面應該是共同來討論 那何況我們今天也不是第一次討論這件事情 就如薛委員講 這個事情其實我相信過去二十年 重複反覆被討論 當然在討論以後 很多事情會越清楚 可是我並不認為說 今天有一群人坐在這邊 就把整個事情翻掉 我覺得那個是非常社會資源的浪費 我覺得非常不妥 那我最後講就是說 因為剛才那個新聞員講到 這個台北城 其實的確是在世界各城市很少有的 他清朝的時候是對著七星山 日本來做市區改正 他就正南北 所以火車站前面這個廣場 這個角度剛好是反映到 這兩個時代的軸線 那那一點剛好是北 所以我想從都市角度的觀念來講 他是非常敏感 然後有趣又挑戰的一點 那我也知道就是說 以這個不管叫西區門火台北車站 其實在當地世界上 這麼小的地區要解決大量的交通轉運 跟商業活動 其實是一個少有的一個機會 那我覺得這東西我們做的 雖然不是有百分 可是我覺得是朝向優惠的方向 因為 因為其實就是都市飄風跟人 這個轉運 它的效率 然後我們現在還要在這裡面 募取到一些可以有使用的都市空間 人的活動 鼓勢的保留 我覺得這個是 我覺得不是當委員 我想這應該是所有台北人的期許 所以我剛講這幾件事情 大概是認為說 我們對很多事情 都有一個嚴苛的要求 不過有的時候 其實也不要那麼緊張 就回到 平常人的觀念來看這件事情 反正都市也不是一天造成的 我也不必太焦慮 2050年會長什麼樣子 我當然知道現在發現到是存在的 因為再少 大概市區就走不動了 這些討論其實過去都大量的發生 非常清楚 所以我其實還在這邊呼籲 就是說 作為一個住室環境 我覺得比較有堅持的事情 大家提出自己的看法 就是不要堅持 然後想辦法找出一個共同的共約數來進行 以上 是不是容許我們就開始邀請這個來熱心 旁邊參與這些 這些 這些 這個 或是代表 那個 是不是 絕對 請他們進來看 謝謝 那在這個之間 我還是建議那個福安局 尤其剛才張委員 說的幾件 我覺得說 第一個現況清理調查 會影響到我們方案的一些選擇的決定 這不必要開始做 應該是要啟動的 另外就是說 他也提到就是說 我們應該準備2050 未來如果真的有 動 我現在都不確定 但是 沒有移動當然不算 這個未來準備會議 他該有幾個準備都要以後 我想這個 把六年第四年 這樣不能做鐵論 但最起碼它是一個大的地方去 那我們 進來了嗎 我們是不是要有時間三分鐘限制 好 是 台灣白癡新竹生態協會 李金奇律師第一次發言 然後 緊就 意識規則部分 提出不同意見 提出建議 意識規則裡面呢 提到說 會議依照第三點裡面說 發言順序是有當事人 厲害關係人 還有其他金土生同意的第三人 那剛剛我們在外面 文史團體跟工作人員發生很大的爭執 是說 因為他們是有收到開會通知 而且名列在開會通知上的練習者 但他們卻被要求跟 像我這種沒有收到開會通知的旁聽者一樣 都要填發言單 然後呢 也只能有三分鐘的發言 他並沒有 因為他的名字 或者是他們特別收到這個 市政府的公文 而且是公文正本 而有就是不同的 待遇 那基本上 我們來解釋 如果就 法律解釋的 目的性解釋上來說 為什麼要區分 一般的旁聽者 金主席同意的 第三人 其他第三人 跟所謂的練習者 一定是有他的目的在 那是不是 理論上來說 如果我今天會收到這個公文 表示我跟這個會議 比較有高度的厲害關係 不然我是一個隨便的人 不會收到這個會議通知 更不會名列為練習者 剛剛在外面簽到的單中 文化局也是練習者 所以 這邊想要表達的是 我們剛剛的練習者 這些練習者應該 全部是屬於這個意識規則裡面的 其他厲害關係人 他想要我的權力 發言權限 是跟當事人一樣 發言時間是五分鐘 而不是像我 只有三分鐘的發言權 然後還要跟 剛剛他們沒有簽那個 發言通知單的原因 不是因為他們不要發言 而是他們認為 他們並不是 像我一樣的第三人 經過主持人同意 進來的旁聽的第三人 所以他們沒有在上面簽名 不代表他們不要發言 這邊要求是 就是 轉達剛剛文史環體方面的要求 是說 我們是 練習者應該都有 跟當事人一樣 在會議中陳述意見的機會 而且他們的時間 跟當事人一樣 是五分鐘 相報告 我想這樣 我就說 這個若時間允許 你也講了 也不在乎 三分鐘兩分鐘 加兩分鐘 我說這個OK啦 但是我要跟 在場內跟場外的 這些熱情的朋友報告 我在來之前我就想過 就是說 我們的相對熱心的民眾 不管是個人 或是團體代表等等 就是說會後 我想就是說 我會要求文化局 跟大家建設一個平台 就剛才探討的 或是外的 我們來做一些討論 也就是說遊戲規則 就未來我們應該怎麼互動 會有一個平台 但這個東西會停留在幕僚單位 跟大家來做這樣的一個談論 我想這個是應該這樣 其他如果還要發言 主席我補充一下 意思是說 他們的意思 他們其實不只是說 什麼一般熱心關心本質 這件事情的民眾 他們事實上是這堂會議的 台會動資商 台會動資單上 有列民的練習者 他們應該有時候 他們的發言權 他們講求的是 他們發言的權利 而不是說 我今天當然 表達他們的意見 或是我們公民團體的意見 是非常重要的 那很感謝主席剛剛有說 會後有給提供這個交流的平台 當然這個我們很感謝 但是我們是希望說 可以 可以這些名列 這些開會動資 他們這些發言 這些練習者 就像我剛剛說的 這個我們今天的意識規則 如果這樣子定 它這樣子區分 是有它的意義存在的 那如果他們是厲害關係的人的話 他們應該是可以在會中發言的 我剛剛已經回應了 會後有它的解決方法 現在如果時間允許 都可以進來來登記5分鐘 所以你是說現在 如果他們可以進來 要發言可以進來登記5分鐘發言 時間允許 如果你先進來30個人 那我們開到晚上就沒辦法 我們今天的回憶 預定在5點鐘之前要結束 所以現在如果一個人5分鐘的話 有 我們還有綜合討論的時間 就是說在這樣情形 大家如果要發言 是不是看重要代表 或具體代表的難 呃 我想他們不是同屬於同個團體 因為我剛剛就在我外面 側面的聊 他們並不是同屬於同個團體 他們剛剛沒有登記 他們剛剛沒有登記 他們剛剛沒有登記在 那現在有三位登記嘛 好不好 就現在有幾分鐘了 他已經進行了 上面沒有登記 沒有沒有 我現在就要確定你的時間 是在5分鐘之內 好不好 要不要麻煩你 跟 跟這個 跟其他的去商量一下 都好 沒關係 現在我們沒有辦法具體 對 我想表達 是說 那個發言單上 其實只有 不是三位 是 只有 那個 只有我 對 剩下 不是 他們不提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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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是 他們認為 那我現在這樣講的做 大家能夠接受階段性的折衝 那你先去看登記 好不好 好 就是說沒關係 就是說 這個 會議總是有一個進行的程序嘛 好不好 那現在我們能 改的改 我們沒有辦法的部分 那我們還是有其他探討的機會 好不好 好 有沒有還有要進來要發言的 要付了單位有沒有 第二位是 長舊北北山 好 在這個過程 我們委員 看有沒有資料 如果 如果 這個 後兩單位把門先關起來 如果還沒有決議的話 我們就先進行做個討論 好不好 就是說 看看適不適合我們進行做個討論 那 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 其他的這些 成效 就我們 聚氣了 有聚氣 就今天的會議最長到目前結束 那如果說不能夠有結論的話 我們不會再一次照看 我來講說明天後天馬上要談 各位事件 但因為沒有準備好 我們不是很禮包 好 是 來請 我也特別 張教授也還是要發言一下 我的意見大概前面的幾個委員一樣的 那個山景的建築物 就是現在還在那個什麼時候蓋的 那個建築年代不清楚 所以應該要再詳細調查 這個一定需要 另外一個 山景建築的那個價值 不只是建築的價值而已 就是 建築的價值 建築的價值 可能是也很高 因為 那一代也很老的 這個樣式 應該相當老的 將近一百年的有可能性 那 所以 但是 山景的建築的價值 不只是建築的價值而已 要是建議的話 就是 重視建築的價值而已 另外一半的那個價值 是那個位置 那個 剛才其他委員也說的 山線道路的旁邊 跟 台北 有局 還有山景的那個中間 大概四十米的 距離 四十米的 那個距離 我想這個也很重要 這個 麻煩 麻煩 之前 大概 大家都討論 建築的價值 但是 現在 在這裡的一個 那個山景的 很重要的價值 是都市史 都市的 歷史的價值 所以 大家都沒有討論 就是那個 清朝 旅行 或者官戶後 或者一些近代的 這種 各種事態的 那個都市的發展的 這個歷史 山景就是有 這個部分就是 我特別要提醒一下 好 謝謝委員 那我們是不是還熱情 您這邊 直接發言 好不好 其實也不是一般的 練習者 我們昨天晚上 昨天下午下班前 已經送出了三百份的 武基跟文化景觀的提報單 為什麼今天在文化局的簡報裡面 從來都沒有提呢 這是第一點 二 我們再堅持利益 迴避這件事情 或許在法制上面 沒有明確的理由 但是是有根據的 一 我們要說 在都市計畫委員會裡面 杜發局其實沒有把 民眾工作坊裡面 民眾提出的第一把案放進去 我們有一個消失的第一把案不見了 嗯 這是第一點 行政上面的瑕疵 第二點是 在討論山景 怎麼移動 在遷移的工法裡面 有平移 跟拆除兩種方法 事實上 今年年初 議會要通過預算的時候 許舒華議員非常非常努力 希望山景是可以平移的 但是當時 都發局 找了許玉健的建築師說 不行 平移不可行 我們到了3月3號 線看的時候才發現 事實上 是有做過平移的評估 不可行並不是 技術上不可行 是對於都發局來說 時間上不可行 跟空間上不可行 那這樣子資訊的隱匿 怎麼能夠充足的 讓都市計畫的委員 跟議員們了解呢 這是第二點質疑 第三點 公務局的角色 為什麼我們認為公務局 應該迴避 因為在山景的案子裡面 旁邊有住戶 那我們的都市計畫 現在只通過了縣市的成績 還沒有通過中央成績 那麼還沒有通過的時候 我們的都發局在2月1號 我們的公務局在2月1號 就已經對居民發出了拆遷的通知 程序上也不符合 這是我們說 我們在程序上就可以看到 我們西區門戶計畫裡面 最主要的兩個單位 其實在民主程序上面 就沒有堅守住 這是我們提出 為什麼需要利益迴避的很大的原因 希望主席有聽懂我們的意見 那我們一開始其實就很想要 做這件事情跟委員們討論 我們甚至覺得昨天收到練習的通知 是一個好的開始 然後我們也認為我們進來 我們提報了山景的價值 跟這個北門周章文化景觀的價值 是可以讓委員們一起聽到的 因為我們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但是沒想到非常失望 就是我們連希望可以釐清練習的意見 這件事情的機會都沒有 這是第二個我們覺得非常可惜的地方 好 那麼我們希望讓委員們知道 就是山景的價值 其實在這兩三年有很多的研究是陸續出土的 那已經不是不再是北門高架拆除前的樣子了 其實在北門高架拆除前 我認為市民朋友也是對於山景一無所知 可是對於在拆除之後 我們自己的粉絲頁就發現太多的民眾 因為北門高架拆除後看到那個漂亮的地景 而開始關注山景 我們的按讚數也暴增了 我認為這一點 然後包括說現在有140多的民眾 願意接受文化景觀這個概念的提報 那就是顯示說 大家已經知道歷史建築的保存 已經不再是單動單動的概念 或是單一個年代 而是我們要保存住歷史的變化痕跡 當民眾站在北門的後面 其實可以看到山景倉庫 也可以看到鐵道部 甚至可以讓我們明白的指示出 在山景的後面是以前鐵道通過的方向 然後在山景跟北門郵局之間那是三線道 那麼民眾長向後一轉 又可以看到府台街陽樓 這個360度難得的地景 是我們不斷地想要跟市政府提出來 山景應該要原址保留的原因 那麼在第六案裡面 事實上我們曾經有講過第六案 可不可以幫我們秀一下第六案的圖片 好那我這一張圖這一張萬言書 其實是140多個民眾他們留下的意見 我們今天也帶來現場 而且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 對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 我們希望大家要考慮一下 我認為這是一個會是一個政治效應 這不會單單只是文資的問題 因為在都發局裡面 已經整件事情讓都發局主控 我認為已經是對文資法最大的傷害了 在都發局的討論裡面 有很多的都市計畫委員也說 應該要讓文資先決 但是我們的林副市長 還是強行通過了那個路行 然後今天我們本以為 這是最後一個可以來討論價值的機會 但是卻又是由都發局來做簡報 那我們的文化體制到底怎麼了 這個問題恐怕是要問到柯P了 也不是現場的委員們能夠回答的 對 那我們希望委員們可以想到這個效應 好 我們希望看看這個方案6 事實上我們認為這個方案 是可以讓居民和山井都留下來的 都發局講的最佳方案 其實都是從北門的立場出發在講最佳 他從來沒有在這些方案裡面 把山井的價值放進來一起做評量 那怎麼可以說是最佳方案 我們當然也知道我們的方案6 不是最佳方案 因為我們誠實 我們誠實的面對 北門的南邊會有一條道路 讓北門變成一個小一點的廣場 那事實上北門不是孤島 因為在交通局的方案裡面 北門也是孤島 但就是一個比較大的孤島罷了 那我們要說 事實上現在的路行跟現行就差不多了 民眾並沒有因為破碎而不願意接近北門 再者 我們一直強調清靜清靜 清靜這件事情到底在說什麼呢 是不是我們看起來好像用看的感覺在感覺那個空間 可是實際上民眾們在等紅綠燈的時候會拍照啊 他並不是呆呆的站在那邊等紅綠燈 所以我們認為所謂的清靜性這件事情 應該要放回到那個空間跟那個故事性 重新打造一個人可以認為北門的故事是豐富的 且他的空間尺度是大 他的時間尺度是久的 的這個面向來談 而不是只是指上談兵看到的空間 但是主席我很希望我們其實可以跟委員們一起討論 不要再被隔離在外面 因為其實我們先前才跟公商會討論關於文資審議的開放性 這樣好不好 就是說我剛才已經跟大家來這個回應就是說 文資的這個探討參與他不會今天就結束好不好 那我們會後就是我會跟文化局來要求 會有這樣的一個溝通互動的平台 建立大家的一個能夠比較接受的方式 可是我們看到今天文化局的表現 看起來是非常非常的弱勢 我們往前看好不好 你如果就要往前看 我們這樣不用討論每次都這樣 那是第三次會議這樣子 會議因為會議他還是有他的這些規則要繼續去進行 我們其實希望三景的價值可以用更開放的方式來討論 甚至不是文資審議文資會 待會我會回應的話 就是說還有沒有代表要發言 我們其實很希望如果委員有問題可以直接問我們 因為我們做過非常詳細的調查 不是沒有的 後續我們會參考 如果待會委員對各位有詢問問題 我們會請各位好不好 我們還是請大家到這個旁邊 如果包演完 是不是你們就走完整序了 沒關係沒關係 這個沒關係 反正你會接嘛 今天整個過程他有這個錄影 錄音公開會上網 如果未來 因為剛才有位委員提到 我們一定會有多元的討論 雖然沒有辦法讓每一個人都100%的接受 那主席 但是他會是符合大眾的 他都接受的及格範圍 那我有一個建議 那我們可不可以今天起碼要就提報案的存在這件事情 做一個討論 好這個我待會請那個文化主席來作業 我們還是到那個旁定席 我們做一個進行 好不好謝謝 謝謝 謝謝麻煩 我們真的 我們是旁聽不是練習喔 所以這個程序我們是旁聽不是練習 你們是旁聽練習 就是我們今天在整個進行的過程裡面 他有他的程序嘛好不好 就是說麻煩你還是做到那個旁聽習練習那邊去來看 我們現在的後續進行的狀態好不好 不用麻煩來 那個主席還有那個文化局的 嗯 那是人民的公圖吧 我不想曾長官 然後還有各位委員 這個剛剛我們有提到 這個是一個星期 首先那個300多分的提報案 那個提報案是我們在228連加三天 在北門那邊 我們用短講然後吸引人來聽 聽完以後他們會發問題 然後我們來跟他說明 大概那135份 北門現場簽的提報單 平均一份可能要花10到15分鐘 跟民眾說明這個問題 那我必須要講 現在時代不一樣了 剛剛薛委員說 以前101年的決議要讓他承襲下來 可是我必須要聲明 人民的意識是在改變的 在以前 因為文資本身文化資產 他是有一個知識專業的門檻在那邊 不是這麼多一般公民可以接近的 但是只要能夠我們的教育體系 我們的社會能夠提供他們認識文化資產 或者是美學 其實大家有可能他會做出不同的價值選擇 就像我們那天在北門遇到的135位民眾 他們有人是不知道山景 但是我們花了10分鐘跟他說了一些歷史背景 他馬上做出了價值選擇 那個簽大家都知道要簽個資 不是這麼容易決定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們用10到15分鐘說明了北門史基群的故事 他們都願意提供個資來加入提報這個動作 那網路上面的100 其實實際上是有150分 但是有一些可能是格式的問題 我們沒有列印出來 同樣的也是在這一個禮拜以內收集到了 這些都是民眾意識在改變的一個依據 當大家更了解文資的時候 大家做出的價值選擇 絕對不是跟5年前、10年前一樣的 對,所以我是希望各位委員能夠在文資的專業 其實如果文資的專業能夠受到重視 我相信各位委員一定也是很樂見的 而不是說什麼事情都是讓開發、讓交通來牽著走 我們是希望真的是文資委員能夠本著專業 來針對這個山景倉庫的一個真正的文資價值 來深入做討論 而不是今天報告有三分之一的時間 都是都發局跟交通局在講話 這是文資審議委員會 我相信今天很多人都有在外面記錄 而且這些萬言書沒有一個是我們自己捏造出來的 我覺得這個事情會被紀錄下來 所以我請大家能夠審慎思考這件事情 然後另外已經提報的 已經提報這個已經正式進入流程了 我們昨天也有發文的文號 我想跟我今天會議又做出了 就是很倉促之下又做成了決議的話 那我想這個上面是會有很嚴重的瑕疵 因為我們的提報動作是在先的 好 謝謝 因為各位的發言 我想都聽到 我們還是麻煩各位 我們可不可以看一下消失的第八案 這個從來沒有被看到的第八案 我們還是那個待會不會持續進行 在我們的PPT裡面有第八案 路行裡面 你們這樣子喔 就是說等於是強行在這邊做這樣 就是說如果你們信得過大家 這是我們的第八案 因為我們是公開 現在會持續再進行 那各位可以看得到我們過去跟委員 在做這些方面的探討 好不好 現在我也沒有答案 但是說你們先回到坐會張庭 沒有答案 妳先觀眾說 主席我還沒有發言 我們今天不要變嘴好不好 就是說 他做事有一定的程序跟方法 我一剛開始 就跟各位報告 我們全程錄影 公開上網 歡迎大家提供意見參與好不好 就是說如果各位一定要用這樣方式的時候 我覺得各位應該是爭取妳來當主席喔 我們很想嘛 那就是說可以爭取嘛 怎麼爭取 透過什麼樣的程序 請告訴我們 大家今天不能在這邊變嘴 好 我們不想要為難各個委員 就你們會緊急才在聽嘛 就是說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那我相信我們的意見各個委員也聽到了 對 委員如果要詢問各位 我會再請各位來好不好 好 那請麻煩 謝謝 我們後續還是為你先看頭 謝謝你 謝謝 可是如果杜發局講的不對 我們還是會抗議 對對對 我還沒有發言 對不起主席 讓我最後發言 今天杜發局現在發言 那個年輕朋友 我還是建議你 我會讓你發言 但是你要遵守他的遊戲規則 就是說今天 遊戲規則對 就是 好 你請發言好不好 今天杜發局的報告 在講三井價值的時候 他第一張報告是說1911年三井不在 下一張馬上跳2016年的討論 這三井當然不會在1911年啊 所以我們認為說就是剛才光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 杜發局講說51公尺文理 無大改變這件事情 我覺得也是問題啊 為什麼會這樣報告 你完全沒有說明說到底為什麼無大改變 第三點是 一致的考量是被考量做到警官 所以我說就是文化局的消失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就是整個杜發局的報告 他到底是不是以文化資產 這件事情為主來討論說三井的價值 然後針對 是一步一步來的 你不可以因為 你不可以因為你杜發先決 然後就直接討論說要遷移 所以就是把三井的價值都往後討論 然後但問題是你如果要重視一個文化資產 首先你要先討論說 哎呀他的價值他在過去裡面 他這個現代裡面 或是在於現在 是民為人民如何理解這件事情 你再往後再來討論說那好 那在整個歷史決得上面 我們如何整體的考量這件事情 整個討論順序是錯的 整個是先都一計畫討論 然後都一計畫委員會討論 才到文字委員會 然後今天 我還要說一點 今天非常多的委員 都一直在跳 說真的也是跳針 就是在其他 上一次的審議也是這樣子 就是上一次 比其他委員一提到 就是五萬三幾千億的事情 大家也是重複的在討論說 啊貢城很重要 結關庭很重要 但是其實結關庭 也不在現在的方案裡面 那就是 就是到底 重點歷史 不是一個單一的 保存哪一個國 或哪一個時代的 重點是現在 人民已經進步到 在討論整體歷史對話關係 這件事情了 但是整個文化資產委員會 完全沒有討論這件事情啊 完全沒有啊 到底把人們當什麼啊 然後我們提報的進來 我們整個兩個小時 被這樣在外面 我們要處理練習的 程序問題 我們也不看整個 人民在針對議事規則 有爭議的時候 也不見這個委員會 有空間討論 然後所以就要我們說 我們會後會列一個平台 如果是這樣子處理意見的話 我們認為整個 整個從前 獨立計畫委員會 到這次委員會 我們認為是整個 行政處理完全不中立的 好 謝謝 我們還是 待會我們一次的主席請 我們還是非常謝謝 在場關心的朋友 但是 我還是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 因為委員會的審議 他本身 他還是有這個 整個審議的程序 我們歡迎大家的 這個意見的表達 跟這些參與的過程 就是把未來的平台建制 如果大家接受 那我們會來跟大家來做探討 文化局也好 獨發局也好 交通局也好 但是規則來講 會由文化局主導 那我們現在就是 還是回到我們的意思程序 我想請教各位委員會說 針對當台這樣的一些探討 那我們是不是還有 針對今天的討論 當然有需要釐清的 如果沒有 我們是不是就進入這個 綜合討論 我再請 主席不好意思 因為我是在民國隔離九 民國九十九年的時候 那時候他還沒有 對不起 因為那時候他還沒有 所謂的文字身份之簽 文化局用一個很小很小的經費 在兩個月子內做一個非常簡單的 歷史調查 那我發現剛剛文化局在做簡報的時候 其實並沒有把民國九十九年那個時候 雖然是很簡單 可是有一些重點其實並沒有 沒有提到 那我想就這個機會 我跟這位文化局先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首先呢 總共三井在台北市的發展裡面總共有三代 第一代剛剛有稍微提到 第一代其實是在淡水河岸 對不起 對不起 懂嗎 第一代是在淡水河岸 那為什麼第一代在淡水河岸 第一代是因為初期的時候 清末到日治初期的時候 那時候是以核運為主 那第二代的時候呢 其實辦公室 第一代的時候辦公室跟倉庫是在一起的 第二代的時候倉庫跟辦公室是分開的 已經功能分開了 那第二代的辦公室其實在 那個台北火車站出來就是下面的這一張照片 這個是第二代的辦公室 第二代辦公室 所以火車站出來的這個位置就是第二代的辦公室 那倉庫的位置其實是在這個地方 那剛剛文史團體有提到 就是說剛才都發局所放的照片從 地圖其實從1911年直接跳1945年 所以大家很難知道 那到底三舉倉庫是什麼時候才出現的 那根據其實差不多1917年的地圖 倉庫出現了 所以表示它一定是在1911年跟1917年之間建成的 那如果我們讓它年紀稍微就是年輕一點 它至少1917年的時候一定存在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其實周遭大概年紀比它大的 就是只有北蘭跟福臺界洋樓 它甚至比鐵道部的時間還來得久 那當然年代這個是一個歷史價值判斷上面的依據 那另外一個是剛才提到 就是說它其實從原來的淡水河畔搬到前面就是這個位置 就是火車站的前面跟包括 其實鐵道部那時候已經在新建了 鐵道部的旁邊而已 那剛才新委員也有提到 三景其實是非常大的財閥 所以一個這麼大的財閥跟官方的關係非常的好 它才有可能把它的辦公室 設在停車場的正前方 跟它的倉庫放在鐵道部的前面 它後面其實就是那時候的鐵道 所以它其實見證了 它是從河運轉到陸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 即使轉成陸運 它都還佔了在台北市一個非常重要的 都市空間的一個這樣的位置 所以這個呼應剛剛先二老師所提的 其實山景的重要性 不只在那種建築物本身而已 其實跟它的歷史空間脈絡都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那這個位置